人在冰室 喂 你在哪 人在冰室 Hello 大家好 娜姐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ison 欢迎来到人在冰室 在这一节开始之前 请大家给个赞 支持一下我们的分享 娜姐 我们今天有什么话题呢 Alison 你知道 我们在外国的地方 駕鞋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指定动作 一定 非常重要 你也知道 我之前弄车的时候 被人刮到一颗血 要付很多钱 去服务车 其实我也换过 几个地方 但其实 最终的结果 都是一样 要付很多钱去收车 幸好 你上两个月来的时候 神推鬼屋 又介绍了一个 做车师傅 我从来没有做这么便宜的车 真的很棒 真的开心了很多 不用付那么多钱 我也是习惯了 我在新西兰 找自己人 自己人的意思 就是说 同声同气 懂得说广东话 最好的是香港人 是的 其实 在新西兰 我听听你说的 都没有这么贵 是吗 是的 是的 我也是学习家人的 家里最好有个医生 有个律师 在外国最好有一个 整车师傅 做朋友 一定要跟整车师傅 其中一个朋友 是懂得整车 不是因为别人懂得整车 你才跟他朋友 但是 也认识幾个 信得过的整车师傅 你万一 你的代价 有什么 代价 你的代部 车 有什么事 都不需要 整个银行 被他划清 那种 什么 因为你 你随便找一间 真的是 你怎么知道 其实很多都是 因为他跟你说 你今天要做这种 那种 你也不知道 他说的零件 是有没有这种需要 或者 你也不知道 那些东西是什么 他就慢慢说 最後 收你一千多元 你要硬吃 其实本身 我自己也有同事 老公是整车 但是因为实在太远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 可以去到这么远的地方 让他整车 真的没有办法 唯有 到处试一下 就是这样 我记得有一件事 就是 其实也有些人 不熟不熟 譬如你 朋友朋友 你可能拿一辆车去 舊车也有 如果你新车 其实他真的会换掉你的零件 我听过 我听过同事说 也会有这样的东西 就是看人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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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朋友 是一样的 你认识朋友也要小心 是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 换电车呢 很多人都会 有这样问的 嗯嗯嗯 是 那现在纽西兰多不多 都多的 是 是啊 都多的 但是我认识 我住那里 不算太多 因为你的地大 哦 是 Melvin也算是很大 是啊 那现在纽西兰的电车的情况是怎样 可以和大家说一说 他说 统计说到 今年 不是说今年 去年 2023年的11月 为止的Statistic 说 纽西兰的电车 已经大度有10万架 但是我觉得不止 不过anyway 数字还数字 是 你感觉还感觉 数字还10万 你就 10万 其中他说 大概7万是EV Electric Car 其余那一只 就是Hybrid 半电半油 那只 嗯 明白 適合那些 在塞车的时候 银的 例如你 你塞车的时候 它是限电的 你一路飞的时候 它就在那里充电 用油 这样 扔着它 是 很多的 奥克林这边 也有很多 是负担得起的 华人 外来的人 也有 很多都是开Tesla 嗯 嗯 是的 因为我都听你说 你这次回去之后 你觉得 一街都是电车 你那一街不是电车 你就觉得 好像只有你那一街 才不是电车 其他人全部都是电车 很多 是的 在澳洲方面 一定比紐西蘭多 大约有十八千 十三万 的电车 其中 至不至啊 其實可能是多 但大约的数字 現在在加奥里大约有这个数 其中有十万架 左右 就是电车 有两万一千架 就是PHEV 那我们这里 就是 PHEV 就是半入油半电 那种 而那些充电的站 其实不多 都是只有 二千四百个 在澳洲 而维省只有五百多个 其实呢 真的不多 是的 那你们那边呢 是 我们都是只有那几百个 三四百 那 如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多车 但是 充电站得那么少 对 为什么 其实我不是很熟悉的 为什么呢 我喜欢老爷车 我对这些电车 还没有这个 有趣 我还没有去到 很想 要一架 电动车 不知道为什么 那这里排行榜 原来Tesla No.1 我觉得不奇怪 第二竟然是BYD 是啊 真的 原来 BYD 原来它BREAKDOWN 有好几个 的 的 是 怪不得 我是不知道 它是BYD 是的 是 因为它BYD 里面 还有 艺术 有几个不同 而且它们的 设计 都很FUTURISTIC 好像这个 去到未来 其实都很美 不怪此 这么受欢迎 是的 现在的电车真的很美 还有我记得有一次 我拿了一架车 被撞到后 拿了一架车去收 刚刚在那个收车厂里面 有一架Tesla 在我旁边经过 我很惊讶 因为其实 是没有声音的 是很静很静的 很大香 因为人家有电车 当然知道 是静的 没有引擎 我没有说 很近距离去见 有近距离 但没有说 它在我身边经过 完全是没有声音的 是的 我觉得很搞笑 真的静得很恐怖 是的 有时 其实会不会 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有点危险 譬如普通的车 你会感觉到 有车来的 或者有车经过 引擎 那你就好像会凶 但是那个电车 完全没有声音的时候 你真的过马路 你看清楚 是不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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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件事 不是很好 这些人 真的不看车 就过马路 因为他预料 你一定停车 你明白吗 即是 即是 很多地方都是让行人 但他让行人 之外 你也看一看 有没有车 不看的 真的走出来 就走出来 是的 即是 有时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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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车就这样摆在叉 如果有什么事 即是 我不是很熟 是 大家研究一下 是 所以我到现在的热情 对于电动车 都 仍然不太有 passion 嗯嗯 明白明白 是 那 其实 现在 怎么说 有些站是免费叉 有些就是 有些就要收钱 是的 有些就要收钱 其实有一次 其实我对电动车也很有兴趣 不知道我对一些电子产品 我会很有兴趣 我也会去看 研究一下 有一次我看到有个电动车站 我就忍不住去 问了那位售客这几条问题 他说 其实原来现在 你充电 充电动车 就已经是好像充电话 只要你有个坨在墙上 插进去 那就可以在家里充电 但是以前Tesla不是 Tesla是你要 我有朋友 他是在家里的车房 装一个东西 是黏着墙上墙 是连整间屋的电线 都要重新拉过 我不知道是否旧式 会是这样 因为你在家里充电 你的车的电 实在是太大 你不可以普通这样充电 就OK 因为整间屋没有电 被他弄到 跳了Fuse 以前会是 整个东西在墙上 但现在已经不需要 好像充电话 有个坨插进去 完成 原来已经到了 这么简单的地步 你只要买一条keyboard 大约是1200澳币 好像有一条快 有一条不太快 我不太记得 大约是差不多 你放在家里充电 你充电8至9个小时 有些可能快充电 很快就充电 如果在街上 有免费也有收费 是这样去充电 因为澳洲的充电站 其实真的不太成熟 你要找它 你会找到 但你要特意去找 即是不会像油站 睁大眼就已经看到 就有了 而且世界前20名 用电车最多的 澳洲竟然还没有入榜 是的 我觉得也有点意外 是的 因为你的电动车 因为你的地位这么大 你的澳洲的範围这么大 你用电动车 可能到400多公里 但是我在Brisbane 到Melbourne也有2000多公里 是的 其实它的配套还没有做得很好 是的 有很多事情要考虑 以及安全 充电站 要计算 澳洲快递太大 所以你要用电动车 也是在市区找 用来代步 没错 塞车 之前只有Tesla在卖 去年才有BYD 去年才有BYD 所以去年才有BYD 所以要慢慢去 人们要慢慢去买 订了也要等很久才能进入 是的 所以变了不太多 我想少见BYD 你知道了 在劉西蘭多 是会看到的 如果你不知道牌子 其实你也不知道 会是电车BYD 你不会知道 我从今天开始会看看 不过在劉西蘭 最多就是Hybrid Toyota 其实我也想说 Nissan Leaf OK 其实我想说一下Hybrid 即是一半电一半油 其实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个问题 你将来做Service 会有些问题 因为半电半自动 你不能随便拿到外面 给一个师傅做 师傅也不懂电动车 怎样和你做 你变了之后 一定要拿到原厂做 是的 他说多少便多少 是呀 那会不会又 不知道你多少钱 又一次放 是的 又放一把刀在脖子上 是呀 那其实 也是一个 我会考虑的问题 是呀 你预讨的 即是买得也是预讨的 那我就直接买电动 我就不会再买 又油又自动 我觉得 要做两样东西 其实会更复杂 你更复杂的时候 即是会给更多钱 就是这样 我会觉得是这样 这里有很多的士路 都会是用Hybrid 我知道他駕到HIK 然后就扔出来 然后就找人接手 然后我以我所知 接手之后 然后电子就开始打了 好像Apple那样 电子由100%去到50 50 我剩下30 那就糟糕了 然后他说要换电子 更贵 所以呢 其实我也会再等多几年 再看一看吧 再看一看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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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 说电动车 就到这么多为止 没错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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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